台湾的第一座民营表演厅新舞台 坐落在信义区的黄金地段 但是屋主中信集团年底要搬迁到南港的新总部 让一文件人士很担心新舞台将面临差一千的命运 今天旅美作家白先勇 还有云门舞级创办人林怀明都出面喊话 希望把新舞台留在原地 不过中信回应有困难 我希望他不要搬家 语重心长说出自己的心声 云门舞级创办人林怀明 希望新舞台能够继续留在信义区不要搬家 旅美作家白先勇也跳出来呼吁中信集团 应该要保留在市中心难得一见的表演厅 看看新舞台的绝佳位置 不只位居整个信义商圈的中心点 一旁就是台北101和世贸中心 不远处还有捷运车站 地处黄金地段中的黄金 让白先勇和林怀明都表示 如果搬了真的很可惜 因为新舞台的存在 新舞台的存在 的确给它增加了不少的文化气息 文化的质量 新舞台早在西元1906年就被孤家买下 是国内第一座民营表演厅 但是随着中心大楼新总部年底即将落成 新舞台也将跟着搬迁到南港 一丁说新舞台要搬家 网路上也开始有人连署 希望不要搬 101标示着台湾最高的一个建筑 可是我刚刚讲的成品和新舞台 相辅相成 来作为一个台湾文化标的的高度 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去切割考量 这也是有它的难度 中心坦言无法不搬迁 但是英文界大师纷纷跳出来 强调新舞台最珍贵的价值 就是未处市中心的影响力 一旦搬迁 城市将失去了让人感动的艺术能量 有电TV岳家女巫登丽台北报导